之前经历的一切 你能感受到吗 你生气了 怎么了 小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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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的盘登速度 竟然比我第一次进入海神之光是更快 难道 小五的实力已经超过我了吗 当心 代老大就是倒在了第三十八级台阶 这是小五第一次盘登 也没有使用任何技能 他身体所能承受的压力 竟然比代老大更多 是相思断肠红 原来如此 传说中相思断肠红 能助人修炼金刚不坏之体 看来小五吸收了他的药效 魂力和身体的承受能力 得到大幅度提升 十八 十九 五十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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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五 怎么样 身体还没有达到极限 但灵魂去有些经受不住了 如果你只是带着我的肉体 前六十级台阶 不需要考虑我的承受能力 我还有可能承受的更多 赶快回到我的体内吧 灵魂千万不能受损 就算受损了又怎样 你就会担心我 那你自己呢 唐三 你给我记住 下次要是再遇到危险的时候 你还只顾着我的灵魂 而不顾及自己 我就再也不理你了 原来你是为了这个生气 我 哥 以后每天让我出来陪你一起修炼 刚才的压力 对我的身体和灵魂都有锻炼 以后应该能够附体更长时间 我先回去了 不要忘了我的话 否则我就 我先走了 我回来 断魂 我自你 我以后 你做了什么 我走 你 好